就在高官磋商举行当天 日番却仍然在炒作所谓的中国海洋威胁 磋商结束后 秋叶岗南还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正明 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个别会谈 就所谓的中国船只频繁侵入钓鱼岛海域 进行了严重抗议 而刘正明反复强调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因此导致双方的磋商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日本海上保安厅昨天表示 有四艘中国海警船当天相继驶入钓鱼岛领海 航行约一小时后驶离进入皮帘区 报告称这是今年以来 中国公务船第26次进入钓鱼岛领海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山县志 当天对中国大使馆提出所谓抗议 另一方面 本轮三方外长会 中日是否会在南海问题上展开博弈 也引发外界关注 据共同社昨天报道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 六月下旬左右 曾经对日本政府高官表示 如果日本派遣自卫队 参与美国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话 那就是跨越了中国不能让步的底线 中方对此绝不容忍 分析认为 程永华上述言论的目的 可能是通过加大对日施压 阻止日本干涉南海问题 共同社报道说 虽然日本政府不计划参加所谓的自由航行活动 但对于基于新安保法护卫美国军舰一事 并没有否定向南海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他的国内是有一种论证的声音 就是认为日本自卫队应当和美国一起参与在南海的航行活动 他们是觉得 利用南海问题来牵制中国在东海和其他问题上的经历 针对这种声音 那么中方画出红线 特别是画出特别明确的 具体的红线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之所以爆出这个消息 一方面就是新一年的防卫预算要出台了 这种情况下 日方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炒中方的所谓的强硬态度 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 接受他军费连年创新高的这样一个现实